吴彦祖已经率成了一个特定的名词和形容词 常常可以听见生活中某人充满自信的说道 我是上海吴彦祖 我是中关村吴彦祖 甚至是我是关前路一街吴彦祖 而较少有人自称金城武王力宏 似乎吴彦祖充斥了中国大半个国土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帅气的代名词 江山带有鲜肉出各领风骚几个月 唯独吴彦祖稳稳占据了男人口中的自我影射 哪怕他已经从一个小鲜肉变成了需要担心发迹线问题的中年大叔 这种热爱始终不变 吴彦祖符合一个男人最完美的发展状况 不仅能吸引无数迷媚的疯狂尖叫 也可以在迷地的口中代代流传 屹立不倒 吴彦祖1974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家庭分为兼容美式民主和中式传统 温馨和谐的家庭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无形而又深远 赋予了人发展的更多可能 少林寺的出现不仅在中国内地掀起了一股功夫热潮 在两年后也同样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俘获了许多人的心 其中就包括童年的吴彦祖 自此以后 吴彦祖开启了他身为功夫迷的生涯 每当香港的功夫电影传到海外时 他总是第一批观众 到11岁时 吴彦祖按捺不住自己的洪荒之力了 实践出真理 小吴拜托吴妈给自己找老师学艺 高中时期的吴彦祖和其他陷入青春期泥潭的小男孩 没有什么不同 充满着荷尔蒙富裕的躁动不安 美式叛逆中玩滑板 听死亡重金属街头打架 这是家常便饭 然而 让这样一个在加利福尼亚街头漂泊的灵魂安定下来 不再彷徨的力量 来自他的根捕文化 中式的孝导观念 吴妈因为高中小吴的瞎操作 气到心脏病发 入院治疗 吴彦祖虽然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但是为了他深爱的家人 他可以改变 变成更加成熟的模样 在吴妈生命期间 吴彦祖脱离了之前同生同气的小团体 上课认真读书 一放学就陪在吴妈身边照顾他 逐渐磨平了渣人的棱角 出具我们日后所建的吴彦祖的风范 1993年 吴彦祖考上美国俄勒冈大学建筑系 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获得建筑复修奖学金 美国社团文化浓厚 千奇百怪的社团应有尽有 他看见自己的母校还没有武术社团 于是直接向学校申请 创立了俄勒冈大学中国武术学会 没有足够的教学资源 他就自己当教练 亲手带了二十几个徒弟 一交就是五年 而如今 俄勒冈大学中国武术学会 已经成长为一个正式社团 能够代表学校参加西半球最大 最具权威性的加州伯克利大学 中国武术大赛 这一切源于吴彦祖的五星插流 按照事务固有的惯性来说 吴彦祖应该会成为一名建筑师 延续家庭在美国中产阶级的地位继续奋斗 他和娱乐圈车上关系还要靠五姐的神助攻 故事很老涛 故事也很耐听 吴彦祖九七年去香港旅行 打算见证香港回归这一历史大事件 结果他的脸直接就让街上晃悠的经纪人惊为天人 直接拉着吴彦祖请他当艺人 当时的吴彦祖年方二十三 五官深邃的像个混血 棱角分明笑起来有点小腼腆 吊打如今的小鲜肉 重点是吴彦祖对自己的美貌完全无感 美而不自知的结果 是他没有一种如今男偶像普遍具有的油腻感 一言一行随心所欲 不顾及所谓的偶像形象 吴彦祖选择接受邀约完全不是为了名利 而是因为毕业旅行自己口袋空空 当艺人就可以凑足自己目标中 在亚洲旅行三个月的经费 在吴姐的建议下 吴彦祖选择当模特拍摄一组广告 争取快速挣够经费 离开香港踏上旅程 可是事情就是很巧 他梦想中为期三个月的毕业旅行没了 换来的是十多年的演艺生涯 吴彦祖第一部戏就是《美少年之恋》 这部作品至今仍然留存于无数妇女的硬盘中 是作不可超越的珍宝 同年十月 吴彦祖被张婉婷选中出演爱情文艺片《玻璃之城》 并凭借该片提名第十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 一出道就能够获得金像奖加持 吴彦祖似乎拿到了已经点亮金手指的人生剧本 然而并非如此 演员最害怕遇到的情况 他就遇到了 《美少年之恋》限制了他的戏录 他在人们心中树立的形象就是一个花瓶角色 美则美矣 没有灵魂 也不有趣 最最惊艳的是 在2004年到新警察故事中 吴彦祖饰演的关祖表面上光明磊落 实际上也猎杀警察为乐 无论同伴还是女友 为了达到他的杀人取乐的目的都可以利用 最后他脱下面具的那一刻 可以被定义为是这部影片的高潮 关祖露出的神经质的癫狂的笑容 就像黑暗的 本质 生邃 危险 但又蛊惑人类的好奇心 而他也凭借这部影片 获得了第41届金马奖的最佳男配角 后来在央视频道的首席夜话栏目中 主持人问吴彦祖 为什么不好好饰演一个美男子 发挥自己的独有优势呢 吴彦祖想都没有想 看着主持人说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黑暗的一面 吴彦祖凭借四大天王获得了第2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新进导演奖 第7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 最佳新导演奖两项大奖 比起现在很多从演员跨界当导演的捞钱是跨界 吴彦祖显然专业的多 自此以后 吴彦祖的电影呈现出香港 内地好莱坞三处开花的形式 事业蒸蒸日上 直到2014年吴妈传出重病消息 一向孝顺的吴彦祖选择暂时放下所有工作 把自己的公司解散 全身心投入家庭生活 吴彦祖在一个美满和谐的家庭长大 对于爱情 对于家庭充满向往 依稀记得一档零几年的综艺节目里 吴彦祖分配到和一个身穿比基尼的美女做互动 直接主动要电话号码 撩妹能力满分 撩妹能力满分 和目前三好丈夫形象完全不同 比波士顿大龙虾还生猛 然而结婚以后 吴彦祖又出乎意料的长情 仿佛添加了稳定剂的活泼化学元素 能够学会与时间与熟悉相处 她的稳定剂叫做Lisas 一个在香港出道的中法游混血模特 Lisas作为一个模特并不出名 但是她作为名媛 在上流社会却有一席之地 她的父亲是拉斯维加斯凯撒独场总裁 可是她却并不甘当躺在装甲里的宝石 决心发挥自己的价值 跑到香港从零坐起当一个模特 Lisas和吴彦祖因工作相识 当时吴彦祖出席一场新片发布会 主办方举办了一场时装秀 因缘际会两人走到了一起 Lisas她自己都不敢相信 两人的爱情能够走过八年长跑 步入婚姻甜蜜如初 再漂亮的女人也会有缺乏安全感 不自信的时候 更何况最初Lisas追的吴彦祖 不过Lisas在遇见吴彦祖前 谈过六端恋爱全部都是高富帅 吴彦祖曾经在鲁玉有约访谈中谈及Lisas 对待婚姻的态度上 其实Lisas是刚好与我相反的 我认识她的时候 头几年里她不想结婚的 她不到两岁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所以她不相信婚姻这种东西吧 两个人都不是大众眼中那种 能够细水长流仔细经营的人 可是偏偏凑到了一起 就像命运安排好的妻子 结合紧密无缝 吴彦祖对待婚姻的态度 偏向中式的传统和保守 笃定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观念 结婚就不会离婚 起初她很担心Lisas 可能像同样具有多国背景的 MagQ一样 游戏人间狂浪狂浪 Lisas能够理解中国文化 愿意融入中国文化 更重要的是 她竟最大可能给予吴彦祖信任 2010年 吴彦祖和Lisas 回到南非这个最初定情的地方 没有天下婚纱 没有奢华酒店 也没有余计的长枪短炮 有的只是一座简陋的 用牛粪壶墙的泥屋 和四十人不到的亲友团 相比于其他明星 动辄千万上亿的婚礼 吴彦祖给Lisas的婚礼 略显寒酸 Lisas却觉得很对胃口 当初两人在南非携手度过一个月 让Lisas直接想在美丽原始的南非定居 而吴彦祖也是在此次旅行当中 决定要娶这个女人 按照他的话来说 两个人面对面一个月 没有厌恶 没有争吵 那么一定可以继续走下去 旅行是考验情侣契合度的双刃剑 既能磨合感情 也泯灭感情 很显然 吴彦祖和Lisas度过了这个关卡 2012年Lisa怀孕了 为此吴彦祖特地吸引一年 放下所有的工作 专心在家照顾妻子 对于吴彦祖来说 家庭始终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命题 为了打好这份考卷 事业可以放在后面 当吴飞然来到这个世界 吴彦祖知道自己沦陷了 未来除了老婆 还要操心一个小女孩的人生 在《鲁豫有约》中 十分老父亲的说道 自己希望她 吴飞然长得不那么好看 美女很容易就 美女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目标 不论是好的人还是不好的人 都会被她吸引 会有人对她好 但也有人利用她 但是显然吴飞然非常不给力啊 出落的那叫一个漂亮 有趣的高晓松还是无趣的吴彦祖 直到现在还是许多网友心里 鱼与熊掌的终极拷问 事实上是吴彦祖一点也不无趣 所谓的无趣基于她帅到 惨绝人寰的脸 和面对镜头较为沉默的表现 Lisas曾经说过 吴彦祖即使是老了 以后也会是个有趣的老头 虽然现在的吴彦祖 完全谈不上流量二字 她却成了我们口中想要成为的人 这何尝不是一种成功